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地上一层分为两个部分 图中绿色线条所标示的成规整矩形的区域是第一部分 在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欣赏到七件展品 其中两件是彩色石膏材质的浮雕 另外五件为大理石材质的雕像 粉色线条所标示的呈现不规则形状的区域是第二部分 主要展出由墨赫塔尔以青铜为材料创作的大小雕像 蓝色箭头指向连通上下两层展厅的螺旋楼梯 我将在下一集中介绍第二部分的展品 与古埃及神庙一样 这座现代埃及艺术的圣殿继承了古埃及艺术 庄严与婉约相结合的特质 不如这个小而美的艺术空间 如同身处神庙的至圣所一样 外界的喧嚣顿时消散 你会不由自主地秉息灵神 像古希腊众神欣赏潘多拉那样 仔细去打量视线之内的每一件造物 你会为那种强烈的吸引而感到兴奋愉悦 同时又为那种放松的专注而感到宁静和谐 你会享受与这些造物交流的每个心跳瞬间 不经意间 你已经进入了动态冥想的至高境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